变成一条人体蜈蚣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 他用一根鱼线贯穿四名少女的身体 把几人做成人体蜈蚣 鱼线从第一位少女的口中穿住 随后从屁股拉出 紧接着穿入第二位少女口中 再从屁股拽出 就这样一直往复 前前后后贯穿着四个女孩 远远地看去 就如同一只巨大的恐怖蜈蚣 而这就是失踪最终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案件 雨夜蜈蚣案 时间2013年5月32日 地点山东嘉祥县 这天凌晨 嘉祥高中的保安老王和往常一样查看监控室 突然监控画面中出现了极其诡异的一幕 吓得老王立马憋小王 只见一个中年人穿着雨衣 戴着遮阳帽 肩上扛着一根鱼杆 他慢悠悠地往前走 后面有四个少女跪在地上 身体好像被一根线撑着 用同样奇怪的姿势爬行着 像极了恐怖片的场景 见状小王的手机也立即自动报了警 警方立即赶到了现场 并对这段监控展开调查 因为是深夜 又下着大雨 监控没能拍清领头人的脸 于是警方便调查起这四个受害者的身份 发现这四个少女的身体特征 与家祥高中前段时间失踪的四位女学生十分相似 于是警方推断 这四名被余线穿在一起的人就是这失踪的学生 要知道这种被余线穿起来的感觉异常痛苦 一根余线稍微移动全身五脏都要被牵扯 虽然不会致死 但肯定算酷刑 那么这四名女生究竟做了什么 竟会遭受如此折磨呢 由于高考在即 四名女生也是生死未卜 警方便派出了专案组来调查这一案件 考虑到学生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 有可能是同学之间的矛盾造成 于是专案组指派了一名年轻的女警察当卧底 前往学校打探消息 很快在警方的努力下 四名被害人的具体信息也逐渐清晰了起来 从老师口中得知 这几名女生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飞扬跋扈 他们不仅欺凌学生 还组建了一个小团体 领头的女生叫严宝兰 是个鼎鼎有名的不良少女 人称社会姐 这孩子性格桀骜不屑 抽烟 打架 纹身 无恶不作 第二位叫宋威 家庭条件不好却爱慕虚荣 喜欢玩弄男生感情 第三个叫徐梦 学习差但并没有什么劣迹 只是因为睡觉经常梦游 让室友们不堪忍受 无奈之下被学校安排到杂物间当宿舍 第四个叫卢婷 性格开朗爱笑 跟徐梦梦关系最好 这四名女生经常聚在一起 并经常对其他女生进行校园欺凌 所以在学校里也是臭名昭著 学生们见了都绕道走 随后经过专案组分析 推断这八成是因为校园暴力 导致的报复案件 可是这四名学生 欺负了什么样的同学呢 这个中年人是哪位同学的家长呢 就在案件陷入困境之时 在深夜的监控中 那恐怖的鬼影再一次出现了 警方通过监控发现 这次跪地爬行的武功只有三个人 但是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那就是嫌疑犯是个光头 于是警方根据此线索 展开了大规模的摸牌行动 在第二天案件就有了进展 警方在路过一个养鸡场时 发现了大量烧毁的东西 其中就包括鱼竿 生活物品和一本高中事件 据村民透露 租养鸡场的是一个光头女人 等警察去里面搜查时 却发现里面的人却走光了 警方正在那闷市 那个光头女人再一次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 此时的她打着一把燃烧的伞 出现在高考的一中门口 当专案组来到监控现场时 发现女人的伞已经烧得只剩下骨架 然后她便放下雨伞 朝着监控做出了一个奇怪的手势 就在警方不解释 这个光头女人就拨打110投案自首了 而那四名女孩在高考结束当天也被释放了 整个案件都真相大白 原来这个光头女名叫石凤英 在十年前也为跟丈夫吵架 怒火中烧的她亲手将丈夫从18楼的阳台推了下去 直接摔成了肉饼 自己也被怕了十年的有期途径 就在她释放那天 她的女儿此时已经是高三的学生了 本以为从此以后就能跟女儿小于过上正常的幸福生活 可没想到当她回到家时 却看到女儿的身上满是瘀青 并且衣服上也是杂乱不堪 最后在母亲的逼问中 女儿也是说出了实情 仅仅是因为四人组中的社会节喜欢一名学霸 而学霸刚好和小玉是同桌 有次小玉给学霸借过两次笔记被送为砍道 并告诉了社会节 结果就被他们堵在了厕所里扇耳光 被逼着从他们胯下爬过去 得知真相后石凤英火冒三丈 紧紧握住了拳头 并发誓要好好教训这几个不良少女 随后她以小玉妈妈的身份 用请他们吃饭并道歉为由 将四人骗到一个养鸡场 然后将他们迷晕并关了起来 后来她买了鱼线逼他们吃下去 一个人吃下去 然后拉出来 再让另外一个人吃下去 再拉出来 最后四个人被一根鱼线穿了起来 石凤英只要轻轻扯动一下 四个女孩的五脏六腑都会异常难受 她说她这样惩罚他们 一方面是为了报复他们对小玉的行为 另一方面是为了不影响女儿的高考 把他们关了一个月 这样他们就没机会欺负小玉了 在关押的这期间 她还购买了学习资料和试卷 要求他们每天五点钟起来复习功课 这对厌恶学习的孩子来说 也算是一种酷刑吧 后来由于徐梦喜欢上了学习 跟她说想要高考 石凤英便动了侧隐之心 便把她的余线剪断了 让她安心学习 明年再考 在高考结束的当天 石凤英把其他三人的余线都弄断了 把四名女孩都放了 然后自己就自首了 她说为了女儿 自己再做几年监狱又何妨